近日,韩国政府收回父母承接权仪式登上热搜,收回父母承接权是为了杜绝父母对孩子进行超出教导范围的承接行为。 正值暑期,放假在家的孩子有了更多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做错事被批评管教总是免不了。 有人认为,教育孩子应以说服教育为主,但也有人认为,所谓不打不成气,那么父母是否应该被收回承接权,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教育孩子呢? 下面就和小鑫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看法吧。 不应该,可能在小的时候父母教训你,你会觉得对他有影响,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程度上对我起到了变策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完全取消的。 我觉得不应该收回,父母有教育孩子的权利,然后打可能只是一个手段。 一些比较简单的惩罚,拍拍屁股之类的,不应该算是惩戒权利的。 就没有必要太过于收回吧,小树得擦,然后小孩得管,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惩罚,然后他才会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吧。 反正中国的传统就是官方底下出校子,父母还是有一定教育孩子的权利,但是我觉得孩子自尊心比较强一点,还是比较占支持的态度。 应该收回那种,我觉得应该像是那种劝导一样的,孩子更容易接受一些。 因材施教吧,就是犯那种极大的错误,可以给那种严厉的惩罚,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可以,就是完全是支离战,也可以用语言来说。 首先以身作则,这是必须的,你要做好你自己,你才能要求别人做好他自己。 观察他的情绪的情感的变化,就是多跟他交流吧,提升自己的这种资源和能力,给他一个好的保障。 我觉得应该是开胖式和温和式的,跟孩子做朋友。 还是以小时候严厉为准,然后长大之后再慢慢劝导,然后沟通为准吧。 在家有一些现金奖励,帮忙做家务,或者是完成作业,有一些奖励。 我记得是初中,父母对我的规定是9点半到家,但是呢,因为我贪玩,跟朋友10点半都没有到家,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也没有联系到他们,所以回家之后就暗了你们暴走。 小时候比较皮嘛,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经常挨打。 就是我小时候我父母不让我去海,就河边去玩,然后自己就偷偷地去了,然后就想着抱着河边的大树,然后就不会掉下去,结果真的掉下去,然后被别人抱回家的,然后那一次就会挨打。 小时候没有挨过错,就是我爸妈就是那种,比较开放开明的一种家长。 长大就是工作嘛,然后学习方面啊。 我爸妈就是比较在乎我的身体,然后晚上有可能我睡觉比较晚。 赶紧睡觉,赶紧睡觉,刷牙洗脸去,多晚了你还不睡觉,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比如今天啊,衣服地什么都很脏,然后我还跟那玩手机吧,然后一进来,看你这个衣服乱的,然后地也不收拾,还得我给你打扫。 哎呀,你吃完了吧,为啥不摔?我们吃完了,你为什么不收拾,就是类似于这种。 你又在外头买吃的,家里做了饭你不吃,你非得在外头吃,再也不给你做了。 现在就这样,因为长大了嘛,他也不会说的很严厉了。 我父母现在几乎没有屁股,婚姻啊,就是说工作啊,他们都很尊重。 我觉得会差不太多吧,他们就是,就是,会让我自己去,先去餐厅。 思考,然后自己想不过来,就真的拗不过弯的东西,他就会找他们,让他们帮我解答一下。 想着跟他,就是像朋友一样吧,这样沟通的。 父母他会觉得,哦,我是你妈,我是你的长辈,你就应该听我的。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以后教育孩子肯定是会引导的方式。 然后比如,从我自身开始,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啊,或者是思想逻辑啊,都这种的。 母亲培养我的时候,很多事他都愿意插手。 我觉得父母插手太多的话,独立于孩子的独立。 我以后培养孩子的话,我会多多培养他的自信,然后让他独立完成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爸妈教育我的方式,我觉得我有很多吸取的地方,比较引导式的,而且开放的一种态度。 家长就应该用更多的爱去感化孩子,因为就是一个美好的童年就可以治愈孩子的一生嘛。